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元旦 我们用新年快乐 不用过年好 一般我们西方的节日 不是特别重要的 是不会讲的 但是这个元旦 在历史上 中西文明的接触当中 在1912年 就是元旦 历史的第一年 新年 西方历 也叫杨历 孙中山先生 经过 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 等等一些思想 学科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还比较衰落 这个时候开始 各方面都开始引进 西方有西方的好 这个元旦 最早在西方 凯撒大帝 也就是公元前后 好像是公元几十年吧 43年 就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就有 所以说西方 欧洲那些国家 都是例行的 包括美国 但是大多是像英国 等等移民过来的国家 是吧 都在这样过 然后他们现在发展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就同行世界 就像英语 曾经的英语 未来的那应该是汉语 好吧 这个元旦在中国 自古也有叫这个名字 但是 它都是这个 阴历点 这个正月初一 也有叫元春 也有叫这个元什么什么 反正很多名字 记不住了 然后 这个夏朝呢 是以这个正月初一 商朝呢 是以这个阴历的十二月初一 然后这个 周朝呢 是十一月初一 也就是说 我们学这个 这个玄学 直到这个夏朝 这个这个 见银 是吧 银 商朝 见仇 这个周朝 见子 可能它的来源 是这个 但是至于说 我们立算 天文立法 这个演算这些 包括数数 这些到底有没有关系 它应该不是用的引力 用的节气 比如说 或者是 当然 你看紫围斗数 它也是用引力 所以说 这些我们还有待于 慢慢在研究 这个已经成为 学术的难题之一 这个 怎么会 一个朝代 它就 立法都会变一个 那它怎么算 到底那一个为准 是吧 这个元旦呢 这个 据说 这个中国 最早叫元旦 是这个 姚顺宇的时期 就是姚 这个 死后 顺继位 公天下 子 他的孩子 不太 成旗 德行不够 举弦 推弦 然后这个 顺 就是 祭奠 有祭奠天地的那一天 成为元旦 这个时候 是这么来的 这都是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作为一种参考学说 然后 元旦在中国 就没有什么 民间没有什么活动 因为就是西方的 但是国家 他会放三年假 这一天一般都是 戒礼拜 中国人 他就 怎么发现 怎么来啊 这个 就是 然后中国人 我们可以过节 年年永 今日 岁岁永 今朝 今天过完节 然后 春节又快到了 然后 这个 冬日 也可以过年 是吧 都很好 都有纪念意义 然后 还有一个 历春 曾经历史上 这些都是过年 现在国家 这个疫情各方面 就是很多东西不让讲 好 只能我们 尽量的 希望能够长期 稳定的 跟国家一起发展 以后还是在这两大短视频